我们要来做 那么蝴蝶 还是先把拍翅膀完成嘛 那么他要不断的拍 对不对 他还不累嘛 所以 要不断动一定是谁 影片片段 还是那个原则 所以你从这边插入 新增元件 元件其实产生的方式有两种 你有听过人家含着金汤子出生的 最近王家不是有这个 那种就是 像我们这样 我已经一开始就知道他要当作影片片段 所以就直接新增元件 那另外一种也有是什么 这个人演得不错 慢慢从基层做起 有没有 做到高层的那一种 就是说 你可以先是 就是所谓的 临时演员 我再把它转换成所谓的 元件 也可以 有两种方式 那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第一种 就是我 直接确定这个就是影片片段的 好那 进来 好确定 是不是有自己的 独立的时间走 好有中心点 那么 我们的 蝴蝶在这边 汇入 这里 这个汇入舞台就是汇入 影片片段的舞台上 如果你选择汇入元件库 他舞台不会进来 直接进到这边来 好 汇入舞台 然后就来选择 这个刚刚的 蝴蝶这个 AI 对不对 不要选到其他的 好 开启 那他问你 要要转换这个 你可以先照预设纸就好了 因为我们会让他保留 就是他原本的东西 好 确定 有没有 进来了 真的有进来 虽然这里没有看到 但是你看右上 这个元件库 这有没有看到 有 因为他在右下角 然后把他 点两下 嘟嘟 没有看到 在右下角 有没有 进来之后 因为像这种蝴蝶 他就是用 就是那个什么 用色块一直叠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很乱 很多 那怎么办 你带我汇进来之后 现在有没有 摆在正中间 所以一样的方式 现在是不是已经 选起来了 剪下来 手 两下 嘟嘟 再来 在中央贴上 这样就摆在正中间 好换你 那现在已经 汇进来 而且摆到正中间 对不对 那你想 这么多东西 要动很难动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它稍微拆开一下 怎么拆 你想看看 其实蝴蝶如果简单一点 左边翅膀 右边翅膀 是不是跟身体这样就好了 分三个就好了 那你要怎么选 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Fish里面 其实你只要不小心 这样滑过去 是不是就全部选到了 所以说我现在 最好 以这个来讲 最好我就从中间来选 先切开来 所以我先 你看我选处须 按住shift 点他 再点身体 你看这样就点错了 点错没关系 你再点一次 shift同时按折就是什么 第一次点到是加选 再点一次就减选 所以你shift按折 那我现在点身体 现在点到身体 但是这个也被点到了 有没有 我选到三个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选 就是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会比较好选 好现在选到之后 可不可以把它变一个群组 变成一个群组 修改里面的群组 有没有 好点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一个了 那你选到 一个的 我现在右手边就很好选了 因为我从这边 随便这样一框 就这种框到处须也没关系 我现在是不是多选到它 按住shift 再点它一下 这就没有选到了 这样右边翅膀 就全部都选起来 你不要想说一个一个慢慢选 因为它很多重叠在一起 会很难选 好会很难选 所以你这样子框进来 框到它身体上 有没有 然后呢 按shift 这样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我再把它做一个群组 等于说我们再做一个简化的动作啦 好 我把这边框进来 是不是又一样就选到中间 按shift 减选 点到处须也可以减选 这样我就很单纯的 会变成只有三个物件 你看喔 有没有123而已 好换你了 我们现在 现在的话就是有三个群组 那么 其实我们在Fetch里面做动画 有一个原则啦 尽量就是一个图层一个物件 然后一个图层一个动画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图层里面有三个群组 对不对 所以这样 你要做动画就不好做 而且身体要不要做动画 不用啦 就两个翅膀 叩叩叩叩就好了 所以说我现在 要把它拆开来 变成三个图层 拆成三个图层 那如果在我们以前学过的 你就是点到它 减下之后 然后新增一个图层在原地贴上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你东西多 速度就比较慢 所以它到了 Flash MS 之后有新增的功能 怎么做 你把你的 全部三个全部选起来 然后到哪里 到修改里面 它会有一个叫做 时间轴 分散制图层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选到三个 它就个别把这三个 放到 每个物件变成一个图层 而且放在圆的位置上 你看我把它做一下 有发现变成123 然后这个上面的东西 它就通通不见了 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图层就各一个 对不对 这样会比你 这样会比你说 剪下然后在原地贴上来的快 尤其东西多的时候 有看清楚了 里面已经是空的 你就可以丢掉 那为了方便辨识 我会建议各位 你一定要命名 这个是左边的 好这个是右边的 这个是身体 因为这样以后你才会比较好区隔 那我画面就还给你咯 来 OK 那么现在我要做动画 不过 请问你 拍翅膀的时候是应该这样过来吧 对不对 拍翅膀 那你看一下 如果你直接用变形 这样会分家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心点 预设是在正中间 所以说你要做这种动画之前 麻烦你 先移到中间来 如果你觉得这样会卡卡 请你把这个 拿掉 就可以 有没有 这个 磁铁 你拿掉你就可以移到比较正 确的中心点上 那么既然左边的翅膀是这样 右边的翅膀也是一样 点到他 好不好 所以你要做动画不是这样吗 这样就会背啊 所以那个中心点 变形的中心点 你要稍微先移动 先移动再做动画 你不要做动画再移 这样 翅膀跟身体会分家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了之后我现在就要做动画了 那怎么做 拍翅膀就这样 OK 所以 我 假设我做 这里 我在这边 插入关键影格 这个是左边翅膀 对不对 那右边翅膀位置 插入关键影格 身体要出现就好 不做动画 插入影格 好 那么点到他 这是左边翅膀拉进来 右边翅膀拉进来 可以吗 好那再来 换这里 第五格 插入关键影格 翅膀嘛 都插入关键影格 身体 就插入影格就好了 然后 点到这个 我再拉回来 可以 那么 这样就做好了 中间要不要补肩动画 陷上 因为影格数是不是很早 所以这样就会飞了 我们来试看看 你看我回到外面来 蝴蝶这个涂层 我把它丢出来 丢对 丢这个 把它丢出来 好我们来测试看看 看会不会飞 有没有 你看你眼睛多好 补肩动画你做好了 所以就两格就好了 对呀 对呀 短的 短的就是你眼睛会帮你做啦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麻烦 自己要 你要点这样再做也可以 但是 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 甚至有时候反而有反效果 因为我们这样 如果说像 一般来讲 我有时候会把这个 这个稍微往后推一点 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拍 收起来比较慢 对不对 然后呢 拍下去要正式而非嘛 比较快 影格我就少一点 这样OK 好来 画面记得 先调整中心点之后 再怎么样 再来做动画 所以有没有符合我们刚刚的原则 一个图层一个物件 一个图层一个动画 这样才会方便做 才会方便做 以后你要改也方便 那么现在 我就回到场景 上 你刚刚是就把他 拿出来演戏 对不对 好 他要换他出场的 那么这个大小就随便你啦 我们有没有用过导影线的 还有印象吗 导影线点下去 你可以用这个画 这个就要用他比较好画 看看你要怎么飞啦 那飞到哪边 变大变小就看你自己了 好 假设你要从这边再飞出去 好了 这样 就会有问题 叫贼交叉入口 因为我这个有录影的话 他会比较容易有这个情形 然后来 把它剪掉嘛 赞了 重画比较快 那路径我现在重新画好了 现在是有点到他 准备怎么样 吸上去 不过吸上去要这个 要打开 要打开 按着中心点右下角 所以你看 中心点 其实元件就会有中心点 所以中心点 你放在正中心就有这个好处 你如果没有对 你就会发现中心点在这里 这样再对 这个路径就不好对 那我稍微把它转移一下 让它的角度符合我的路径 大小我也调小 好了 那这是起点 那我到终点 点到最后面 插入关键影格 我就拉到 你在动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样 请你最好弄回来这里 因为你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是 有的人会以为这样就拉大 有没有 你调的是中心点 变形的中心点 了解 而不是移动它 所以我会建议你回到这边 因为这样子 会比较安全 拉回来 但是这里是不是要转个方向 因为转回来嘛 再回到变形工具 转回来 OK 所以中间 产生什么 普箭动画 这个是不是有外框的 导引线也一定要用哪一种 也要对 要移动 OK 那么这中间就会有了 对不对 虽然你看不到它拍 那你要 真正要看到 从这边来 按下去 哦 这样没有问题吧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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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